中心宾馆正确的说法是我们在阳明书这个大园区里面 有一个蒋先生的纪念馆叫中心宾馆 它这个范围的刚好前面就是台北平原 这个天气不是很好 我相信当我们到了二楼的时候 那云就会散开了 整个台北在脚底下刚好坐北朝凉 底下就是光渡平原 有两条河流淡水河跟金融河 各位想想看 如果这是我的住家的话 我一定是门顿的这个方向对不对 门顿的话的话 我记得我要拜访它一直往下走 事实上确实有一条马路 但是无理往下走的话就找不到它了 它以安全为考量反其道而行 它倒过来 它门在这个方向 不是顺着我们风水的方向往下走 而是往这个方向 那我们等会要拜访它的建筑就是这个 15公顷那么大的人面积里面 就这么一座两层楼的很樸素的房子 这早学台北这个公寓室的一个明明的格式 很简陋 然后它七层的墨律寺 刚好地地势又不是很高 楼房又不是很高 完全隐藏在树林里面 各位可以想想看 眼下森林都很茂密 不管你说天母或者石牌 北斗瓦上来都被这些树展到了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它的存在 那即使你的势力很好 从那树梭之中看到这么一种建筑物 因为它实在太简朴了 同时它七层的墨律寺 你会马上一个联想 这一定是一般军人住的地方 一个银环 你不会相信它是总统住的地方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维护的作用 那现在我们就来拜托它一下 请过来 你这说一声为什么它要倒着呢 我还没讲完啊 这是一个卖点啊 多的 因为这边的梅花 为什么给你们 因为这边是被封面啊 我还要讲过 东北就会从那头吹过来嘛 对不对 东北就从那边吹过来 从那个金山野柳 这个方向吹过来 那边影响比较大 阳明山是国家公园 它有两个特色 才有这个叫国家公园 一个是火山地形 大陆朋友 有没有来自长白山的 没有 长白山不是有个天池吗 长白山不是有个天池吗 对 长白山天池是大陆最大的火山口 可是因为它年代很久了 你在上面游浮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是个火山口 台湾原来是跟大陆连在一起的 我们叫做大陆板块 大概是六七百万年以前 大陆板块跟我们从东南亚一直到日本 另外一个板块就是太平洋板块 这两个板块挤压 因为大陆板块比较厚重 比较古老 太平洋板块比较轻 所以就被它压下去 压下去后就去擀面皮 旁边就翘起来了 擀面皮 旁边不是会翘起来 翘起来的话 就台湾岛就产生了 台湾是个整个大陆板块的一个新生代 所以火山地形就比较多 但这个故事也发生在二三十万年前 已经结束了 但是还有很多活动 还留在这边 就像我们稍微开水 打开瓦斯的时候是一百度 对不对 跪腾了 像火山爆发一样 但是当你把瓦斯一关掉的时候 这位小姐我请问一下 一幅开水一百度的 你把瓦斯关掉 它的温度是马上掉到零度 还是慢慢慢慢掉 慢慢慢慢掉 火山也是一样 火山的天文数字 跟天文上面的粒更久 所以到现在 杨明山的火山啊 热度还没有降低 所以各位知道 到山寨里都闻了很多臭皮的 臭鸡蛋的味道 那是牛黄的味道 杨明山我刚才知道 有很多温泉都这样来了 那杨明山国家公园 把这边叫做国家公园 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大陆板块里面 是个新生代 也有火山活动的 最后保留的一些迹象 那大陆去我们才就没有这种东西了 这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是杨明山国家公园 所在的地方 在整个东北台湾的地形 最北方的地方 各位请看那座山 我们上面已经出现了森林线 有草原了 如果是各位到台湾能了解的话 你要看很漂亮的草原 要到河方山去看 对不对 那要到三千公尺才有 可是我们这边一千公尺就有了 为什么 我们比较靠近北部 纬度比较低 气候比较冷 所以我们这边的水准就降低了 我们只要一千多度就开始出现草原 底下有一条森林线就出现了 对,这是两个特色 好,请问您来 前面这个铁门就是蒋先生住的地方 旁边这个房子是他的工作人员 所以你看这窗户是比较简单一点 对不对 然后进那个铁门的时候 进到主人家住的地方 你就会发觉他的窗户都比较美化的 比较漂亮的 好了 去过士林关底的人都知道 外面的园区很大 包括玫瑰公园都很大 但是要进到他的观点的话 还是要去过铁门 对不对 他的形式是一样的 好,各位后面请搁上来 这边有一个重点东西 请过来 我们是团进团出 一定要跟着我走 因为我们路径不一样 后面请搁上来 现在各位想的这样 假设你们是敌人 你们打到这边来了 有两个状况 一个就是说 外面已经被消灭了 那些阿兵各来救援来不及了 可是总统坐在这里面 安全还是考量 那我也讲过 所有的军事设备都隐藏 看不到 都在山腰里面 但是当你到这边来的时候 原水救不了近火 怎么办 所以这边有碉堡 就近距离的压制 火力很强 但是你看不到 在哪里 这位小姐很聪明 请看这边 这边架体机关枪 随着冲锋进来 四个角落都有 我们叫做暗宝 干燥 那传生在哪里 后面是个很大的碉堡 我们从后面去看到 这是个射击口 对不对 敌人就冲锋进来了 而且你不太容易发现它的存在 那在哪里呢 我们那些卫士们所谓在哪里 就躲在后面 它一直连过去的 这个后面就是个很大的碉堡 这是近身的一个防卫了 就是万一发生状况 都破到眉睫了 原水救不了更火的时候 就直接冲突了 好 请过来 你帮我照 那个漂亮的 因为我 我的手机没有那么 你帮我照一些画面好吗 你也不然照一下吧 你先进来做遥掌 不要被刀准备好 好 好 你帮我照 那个漂亮的 有些人等会我会给你们介绍茶花 茶花是一个特殊的花种 尤其漂亮的小姐高贵的女士都很喜欢茶花 包括很有名的一个名牌香奈啊 就用茶花做图案 包括歌剧茶花的 就跟茶花有关 起过来 拜托拜托啊 因为有些后面来的人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是蒋介石先生 蒋冯润先生 新童童讲座 在民国五十九年 一九七零年代 因为身体的状况 外交的情况 就被盖了一栋房子 到民国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过世之后 这天空了四年 盖了这个皇家中西兵馆 空了四年 蒋介石先生当总统 他要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出境的 做一个近代史的研究工作 把这边改这个圆形叫做阳明书 然后把这个中西兵馆变成界定馆 隔了几年之后 台湾也成民族了 这个地方有国民党环党政府 政府教会 原本就是国家公园在管理 不得了解吗 好 那 政府建筑部本来是坐北朝南 这个方向 本来是那个方向 人家偏偏倒过来到这个方向 所以就产生一些疑惑 来 过去过来啊 英国六十四年 四月五号蒋介石过世的时候 这边老百姓讲一句话 他说你看我们的总统嘛 他就是没按照我们台湾的风水 坐北朝南 他必须要去坐南朝北 所以他这边就得了心脏病死不了 那没多久就过世了 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有点味道 可是其实至上表现是一个很深厚的老百姓 那个敬畏蒋先生的与序 怎么讲话 因为蒋先生过世的时候是八十九岁 高不高瘦 高瘦了 宋明几岁 一百零六岁 两个都很高瘦 那当时的时代背景 他心的压力 连这座房子都叫做中心宾馆 返工大陆 中心复国 他的心智就没有完成 所以各位小朋友去过后池湖 对不对 那边叫做战错 什么叫战错知道吗 就是光木板上面没有路土为安 为什么他还想回大陆 所以他一经一念还是要回大陆 要返工大陆 所以这个地方是中心宾馆 他是完全标准的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说蒋先生因为对着这个方向 所以犯了几个一个充足问题 在哪里我问他 他说第一个 蒋先生是中华民国总统 他是天上的五曲心下凡 五人的五 五曲心下凡 他是三军统赛 他是人世间最高的蒙军统赛 五星上将 可是他东不碰西不碰 他偏偏要碰那个天上来的那座山 那座山叫什么山 七星 七星山 比他多两颗星 那天上来的七颗星 压到的五颗星 然后对面是个森林 天气不好的时候是个黑暗的设定 确实有这个影响 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讲 就是老百姓认为说 如果说他作北潮流按照风水来的话 多活几年对台湾更有帮助 他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应该传述 因为他过时是八十九岁 他当时的心理压力历史 毕竟我给各位做个报告了 不管怎么讲有影响 所以前面造了一个墙壁 叫做造壁 大陆很多 就像我们台湾的风诗语 或者是八卦 或者是实感 但是意思一样 有辟邪的作用 然后七层的白色 就发起这个黑暗矛盾 那这个墙壁 除了一般的民间的辟邪作用之外 风阻作用 还有很重要的作用 它的安全保护作用 总统住在里面很安全 总统要出去的话 就在里面坐车就等 从那个方向出去 总统回来的话 车子就在这边下车走到里面出去 不管在室内或者在车子上都很安全 旁边有四位 而且有车子弹了 可是各位想想看 蒋青是军人 他喜欢上户 如果说他今天闲暇 像这种天气很好 住在里面他出去走走 各位想想看 如果没有这个墙壁的话 我刚刚讲话 后面是很大的森林 是空洞洞的 但是安全上就有顾虑了 所以这个墙壁 除了一般民间的风雪作用的话 还有一个是保护的作用 然后请看 中间有五个蝙蝠 叫做五福林门 然后我就不做详细解说了 我想各位就知道什么行业 都反正做什么吉祥的事情了 中间用红笔描了 特别请注意看 聊了四个字 又被算起 千秋万岁 请各位务必直接听我下面讲句话 然后你们去思考一下时间 那个排序 这个千秋万岁 是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的logo 他的图案 千秋万岁 等会我在里面会看到很不少 千秋万岁是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的图案 有没有人感觉它实现上有矛盾呢 因为我说话 这个墙壁是在中心宾馆的时候 假现在在的时候就有了 那你又说这个千秋万岁 是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的时候摆出去的 请问你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出现的时候 是在中心宾馆的时候 还是扬民事务的时候 扬民事务的时候 它是第二阶段才出现的 第二阶段出现的话 怎么会摆在原来那个中心宾馆的时候 就有的东西 可以给我报告 原来这五个蝙蝠早就有了 那墙壁早就有了 那原来不是千秋万岁 原来只有一个字叫做寿字 万寿吾加是寿字 蒋先生在世的时候 这边是个寿字 等到过世之后 后来那个中国国民党史会进来 他们就把寿字夸掉 然后把他自己的图案千秋万岁摆上去 我们曾经问过的 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第一个 蒋先生已在民国64年 1975年已经过世了 寿字代表个人的生命 已经结束了 没有特别的意义 第二个呢 他们来接受这个地方住进来之后 把自己的图案摆下去 表示从此这个地方是由他来负责 他是入主这个地方 第二个 我想中国人都知道 我们常常在国学里面会讲一句话 千秋万岁下面一定会接一句话 国印参隆 这四个字都对在一起的 因此说 他的意义的话 就比一个个人生命意义还远大 所以叫做千秋万岁 这是中国国民党史会 我特别跟各位报告 为什么讲的事情 各位我讲到中心宾馆的时候 请问你讲这时还在不在 县总统讲一个在不在 中心宾馆的时候 在 如果说我讲到阳明书的时候 讲中心宾馆还在不在 就不在了 所以千万也搞清楚 两个阶段 一个是中心宾馆阶段 一个阳明书阶段 千万不要把岳辉跟张辉 给混在一起了 有一次个小朋友还开玩笑 但是何老师不对 我昨天还在电视上看到张辉 多的意思吗 他还在电视上看到张辉 那是另外一个张辉了 这样是狠压的话 这就麻烦了 好 最后讲个生态的观念 第一个阶段是 蒋先生在的时候 中心宾馆的时候 这个寿制 第二个阶段 民国六十八年以后 一九七九年之后 中国革命党党史会进来 把寿制挖掉 然后把自己的图案 把千秋万岁摆上去 如果八十八年左右 阳明山国家公园住进去 我们有没有原理办理 把你的千秋万岁也刮掉 然后把我们自己的 阳明山国家公园摆上去 有没有 没有 这就叫做生态保护 不破坏就是生态保护